2022年7月12日,推特正式起诉了马斯克,要求法庭下令让马斯克完成对推特的收购。 而一周之后,马斯克又以推特虚报账户数量为由,提起了反诉。 有人分析说,这时马斯克试图拖延收购时间准备打价格战。 这场涉及金额巨大,影响面很广的收购,从双方有意接洽,到一方把另一方告上了法庭,总共才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。 比很多男女朋友从认识到约会到谈婚论嫁再分手还要快呢? 这期科技参考,我就帮你梳理一下科技圈的这场纠纷。 最初的新闻要从4月4日说起,那天马斯克发推特说,他已经在一个月前购入了26.4亿美元的推特公司的股票,占股9.1%,成了推特的第一大股东。 其实马斯克想干预推特的运营方式已经有段日子了。 简单的说就是,他作为一个拥有大几千万粉丝的大V,那当然现在已经过亿了,在这几年越来越感觉到推特上的乌烟瘴气。 他经常在评论区被用户网报,或者帖子被举报,被删除,这种事不胜美举。 在2020年美国大选跟随后的计票环节,以及新总统拜登上任的环节,推特上更是纷争不断,这让马斯克对社交媒体极为不满。 所以他实际上从2022年的1月份就开始暗中的大笔购入推特的股票了,目的就是买到足够多,成为推特的大股东之后,以足够重要的身份来影响推特的运营。 不过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,投资者如果购入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5%的时候,就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一个公开表格,向公众披露购入大量股票的事实,这样可以防止有人暗中操纵股票价格。 马斯克虽然最后也披露了,但比持股5%这个比例的时间节点晚了十多天才披露,而就在这十多天里,他大笔的购入,让自己持有的股份从5%迅速提升到9.1%。 这对马斯克来说非常有利,因为如果人们听说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开始大量购入推特股票了,那投资机构跟个人就会纷纷的买入,导致推特股价迅速上涨。 那个时候马斯克再想买就很贵了。 据说,因为这种延时的十多天才披露的小动作,马斯克节约了至少1.43亿美元,但这也引起了监管部门对他的调查。 马斯克没有算错,在他披露消息的当天,推特的股价最高涨到了27%。 推特按照公司的章程,在马斯克披露了持股份额之后的第二天邀请他加入公司董事会,但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, 禁止马斯克占股超过14.9%,马斯克马上就接受了,但仅仅又过了五天的时间,马斯克出尔反尔,拒绝加入董事会。 而且自从他大量收购推特股票开始,就一直不停的发推批评推特。 比如他说,既然总部也没有多少人来办公室上班的话,推特是不是应该把总部变成流浪汉的收容站呢? 他还发起过一个投票,问推特是不是应该把英文名字里的W去掉,去掉之后,推特就变成Titter,这个意思就是傻笑的意思。 此外,他还批评推特损坏了言论自由。 这件事看起来实在挺别扭的,通常来说,自己花大价钱买的东西一定是自己相中的,起码不会是认为特别不好的东西。 而谁都可以看得出来,马斯克对推特是非常不满意的,但还是大量的收购了推特的股票。 这也是推特的董事会,要在邀请他加入董事会之前,附加了一个14.9%的股份占比的上限,这样的原因。 这个比例肯定和公司内部决策的投票权有关系,推特已经感觉到马斯克来者不善,不能让他掌控公司的决策权。 就在马斯克拒绝加入董事会之后四天,他突然宣布要以每股54.2美元,总计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。 世界首富的大手笔完全没有跟推特内部有任何事先商量,推特内部也马上启动了防御,方法就是执行一年期的读完计划。 这是一种拖延其他人恶意收购的方式,允许公司当前的股东在一年内以极低的价格大量购入公司股票, 这样就可以短期内大量稀释马斯克股份的占比。 如果马斯克还想全额收购的话,可能就得花440亿美元的几倍的价格。 虽然他是世界首富,但是上千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就能拿出来的。 如果真能拿出来呢,那推特也算是卖出了一个好价钱。 如果不能拿出来呢,推特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和马斯克谈判,或者找其他的买家。 读完计划刚刚启动了5天,马斯克就把自己确实有意购买的证据摆出来了。 这是N家大银行总共465亿美元的融资计划, 还有自己的125亿美元个人保证金贷款, 21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, 70亿美元高级担保银行贷款, 60亿美元次级贷款, 而且已经注册了三家新公司用来控股。 推特内部权衡了一下, 马斯克给出的54.2美元一股的报价并不低, 比收购新闻之前的股价高了40%, 而且推特目前也到了平静期, 于是就在马斯克把钱包跟收购计划都亮明了之后的第五天, 公司董事会上正式接受了马斯克的收购提议, 这一天是4月25日。 我们可以算一算, 从马斯克拖了十几天后, 不得不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, 披露大量收购推特股票的4月4日起算, 到公司邀请他加入董事会, 他拒绝加入, 然后宣布收购, 再到推特公司执行读完计划, 接着马斯克展示出资金跟诚意, 推特公司再收回读完计划, 接受收购, 波折颇多啊, 但总共只过了21天啊, 比很多人申请一笔贷款都要快, 当时人们觉得最快, 可能在4月26日收购就会进入执行阶段, 但谁知道后来开始扯皮了, 最开始马斯克要求推特提供垃圾账户的详细信息, 5月13日的时候推特给出的报告结果是, 垃圾账户占比不足5%, 这个垃圾账户就对应着咱们微博里的相视账号跟机器人账号, 马斯克认为推特故意压低了这个数字, 真实情况下这个数字至少有20%, 于是就暂停了收购流程, 这个消息一出, 推特股价当天暴跌了20%, 十几天之后, 推特股东向马斯克发起了集体诉讼, 指控他操纵市场, 官司还没有开打, 7月8日, 马斯克又宣布推特严重违反了收购协议中的多项条款, 决定终止收购, 然后就这一期开头的7月12日, 推特正式起诉了马斯克, 要求法庭下令让马斯克完成对推特的收购, 操纵市场的那个起诉咱们不提, 仅就收购案来说, 最后就是两个结局, 要不就是马斯克以之前商定的价格440亿美元把推特买下来, 要不就是按照收购合同里的违约条款, 支付10亿美元的分手费, 这场快速的约会和分手, 其实也反映了目前互联网科技对社会变革的作用, 其中最核心的是推送算法跟算法背后的盈利模式, 盈利模式我们之前讲过很多, 就是精准推送内容和广告, 在这个方式下, 用户被粘住了, 用户点击的广告内容也都是精心推算的, 所以点击的概率会几十倍, 上百倍于电视广告或者地铁广告, 但这么做带来的负面效果呢, 是被粘在推特上的用户偏好越来越强, 观点对立越来越激烈, 比如马斯克发起的那个投票, 说要把推特总部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收容所, 一共91万人参与, 结果82万人投了同意, 你说这极端不极端, 马斯克认为, 社交媒体至少应该可以正常的讨论严肃问题, 而只要继续用算法粘住用户, 这样极端化的趋势就没法扭转, 他的计划是, 把推特的盈利模式引向银行跟金融领域, 其实呢, 很类似于支付宝本来要发展的那个方向, 方法就是从电子支付做起, 就有点像微信支付了, 马斯克的另外一个计划就是, 打破目前推特上的言论管制, 这也是让他一直不爽的地方, 这几年呀, 推特上的言论禁区越来越多, 已经发展到不是ABCDEFG不能说的地步了, 而且当你谈论了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内容A之后, 会因为没有谈论到BCDEFG, 而被很多人举报, 然后贴子就被删的地步, 二十年前在IMDB这个知名的电影评分榜上, 得高分的那些电影, 如果拿到今天来放啊, 可能每部都要大幅的删改才能上线, 这些状况让马斯克非常的恼火, 他想通过收购扭转当下的网络环境, 但我估计啊, 就算是他收购成功了, 他能改变的也只有第一个问题的现状, 也就是把从广告盈利为主, 切换到通过银行跟金融手段来盈利,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, 可能在未来相当久的时间里都不会有改善, 因为这不是推特内部的问题, 尽管马斯克折腾的速度很快, 但是这场官司打的肯定会很慢, 大概率说几个月到几年都有可能, 而且结果很可能是马斯克支付分手费, 而不是继续完成收购, 因为就在这场收购计划刚公布的几天之后, 美国股市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下跌, 很可能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前, 推特的股价依然低迷, 那个时候再用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就更加不值得了。